今天我們會進入到這個簡報第68月光明電阻 因為光明電阻在生活日常上也蠻常用到的 所以你看這個在我們Smart上面也是內建在上面 所以它的腳位是A0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家的飲水機 有了這一顆 有這一顆以後 就叫做 會有的畫面躺住 省電奇蹟 這樣了解嗎 因為它光纖暗的時候它就 熱水器就不像早上那麼高啊 溫度可以降低 事實上主持人家裡面最耗電的有三個 第一個叫冷氣 第二個叫冰箱 第三個叫做飲水機 學校裡面最耗電也是這幾個 所以呢它就利用光線的偵測 那就可以省電了 所以有一顆就叫省電奇蹟了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邊 那首先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這個光影電子它偵測到的範圍是什麼 好 偵測的範圍是什麼 所以呢它偵測到的數值會是0到1之間 好0到1之間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來測試一下 好欸對著齁 如果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你剛寫的這個測試 你想留下來怎麼辦 總不能再繼續開專頁嗎 你直接存下來也沒有用 要找右床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鏈子 有個鏈子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就會產生你自己專屬的網址 這裡有一個有沒有 但是你這裡沒辦法 沒關係 因為呢你這個就是上面這個 有沒有一樣 所以等一下按下確定之後 把上面的複製起來就可以了 下次你就把這個網址貼進去 你就可以繼續編輯 好這個是我們在免費版本 裡面就可以做到了 好OK我這邊我就把它丟掉 這裡三色我先暫時留著沒關係 來我們找左手邊 左手邊你看光明會在哪個類型 是不是要偵測環境裡面 好偵測環境的 好偵測環境的好 所以你看我們有光明可變變 一樣你把它拿出來 可是記得腳位我們現在用在AE 好因為這個是他已經燒在上面 就固定了好就固定了 好那我希望呢待會我把它偵測完了之後 可以把光明的數值顯示在這邊 好顯示在這邊所以呢 你可以來這邊你看光明的偵測 這裡拉出來 那我右側邊這個燒杯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就打開了 預設 這個叫網頁互動區 網頁互動區 所以預設在顯示文字 這個時候你有打開 你看我們左側邊這裡 下面這邊 只有相關的網頁互動區文字 就爬出來 一樣的你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顯示什麼呢 它幫我們抓到的這個光明光明在這裡 偵測到的數值 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有沒有看到了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教室這邊 在這裡 這樣 我如果把這裡遮住 有沒有變看 打開 當然 手鍵桶打開 你應該知道會有什麼結果啦 照下去 最亮就到哪裡 裡面就到一而已 對不對 後面小數點就不用看它了 所以我離開 這樣子 遮住 但是你這樣遮 其實用手遮 事實上旁邊那個光線藍色進去 所以最好的方式 你不要聽過擀部電話齁 這樣可以嗎 我放到我的袋子裡面 放到我的袋子裡面 這樣應該光線是有產核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稍微先測看看 你就知道說 欸 這個 它取得數值在哪 但是這樣的數值 其實 大家看起來會覺得比較害怕一點 因為數值很多啊 四傳線同學 就是不想看數字的 才選的嘛 對不對 你喜歡看數字不會來這裡 所以等一下我們把它改善一下 讓它比較短情化一點 OK 所以請你先第一個動作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設定的方法都一樣 先把硬體先 積木先設定好了 再來找它相對應的執行的內容 好那你記得要把你的燒杯打開 如果你現在層次還執行中的 一定要先停止一下 這個地方才可以切換 好才可以切換 來還給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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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